我发现很多朋友对历史感兴趣 也想学 但是呢对我国大的这个历史脉络呀 它不太清楚 那我这期就用年表的形式 把我国历史大的事件给通一遍 距今约4000到6000年前 五帝时期 五帝呢就是皇帝专居帝库姚舜 这个时期的国家处于一个部落联盟时期 它是有大大小小的部族组成 部族之间呢实行的是善让制 就是大家会推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 约公元前2070年与建立夏朝 那与此之后 他的儿子启继承了他的位置 从这个时间开始 这个世袭制就代替了善让制 大家注意啊 这个表我讲到哪块的话 左边就会用不同颜色来代替 公元前1600年 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夏节无当 然后商汤灭夏建立商朝 公元前1046年 五王伐宙建立州朝西州开始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 共和元年 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从这一年开始啊 我国的历史一年一年的记载 就没有断过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之前啊 五王伐宙公元前1046年 它有确切的记载 它就是根据这个 青农记历轨上面明文的这个记载 靠天体运行的周期规律 倒推出了这个年代 因为古人在大事之前 他会占卜 然后会把这个天象啊 记录下来 这个历轨上面就记载了 五王伐宙那天的天象 所以说呢 这个记载是准确的 但是啊 它不连续 比如说那之后第二年呢 第三年呢 它会出现空白 那从公元前841年之后啊 一年一年一年 在史书上就没有断过 公元前771年 西州被犬戎所灭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冬天落役 东周开始 公元前356年 商鞅变法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07年 秦朝灭亡 公元前202年 刘邦建立西汉 公元前138年 张迁出使西域 开辟丝绸之路 公元9年 往往夺取西汉政权 这里说一下啊 公元前多少年 距今多少年 就是用之前 公元前的那个 多少多少年 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 比如说啊 公元前200年 就是200 加上我们现在2023 那就是距今 2223年 因为我这期说了嘛 就是给一些 喜欢历史的初学者看的 所以说呢 会讲到一些 历史的基础知识 那我们通常说的世纪 由于没有公元0年 它从公元1年开始 那公元1年 就是一世纪的开始 一个世纪100年 那公元1世纪 就是从公元1年 到公元101年 那公元101年 就是公元2世纪的开始 公元201年 就是公元3世纪的开始 依此类推 那你看我们现在啊 公元2023年 就是21世纪 好 公元25年 东汉建立 我们看到啊 不管是之前的东周西中 还是个东汉西汉 后来的东晋西晋 南宋北宋 这些都是后世学者 为了区别 这个不同时期 但是国号相同啊 给人家取的 当时人家自己可不这么巧啊 人家都叫这个汉 都叫宋 这个咱们得知道 公元73年 班超出世西域 公元184年 黄金奇异爆发 公元200年 关渡之战 公元208年 赤壁之战 公元220年 魏国建立 东汉灭亡 公元221年 蜀国建立 公元229年 吴国建立 公元230年 吴国派魏温 到达宜州 公元226年 司马延代位 西晋建立 公元280年 西晋灭吴 统一全国 公元316年 西晋灭亡 公元317年 东晋建立 这段时间 就是咱们说的啊 衣冠难度 五胡乱花 此时的北方 陆陆续续出现了 十几个国家 其实都不止啊 他们跟南方的 东晋对立 又叫东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383年 肥水之战 这个时期啊 北方被底卒人 建立的这个 前秦短暂所统一 前秦的皇帝 福建为了灭亡东晋 发动飞水之战 失败后 北方重新陷入混乱 公元420年 刘豫代晋建立宋 为了区别之后的宋啊 这个宋 实称刘宋 也是南北朝的开始 公元439年 北魏皇帝 拓跋涛统一北方 公元494年 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 公元581年 阳间篡夺 北州政权建立隋 北州怎么出现呢 我得说一下 免得一会儿迷了 就是之前咱们说的 这个北魏啊 后来啪 他分裂了 分成了两个国家 但是他都称自己是魏 各自国家的这个 权臣啊 就相当于 他们各自国家的曹操 都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东边的始称东魏 西边的始称西魏 之后呢 他们各自又把 各自立的那个皇帝 给废了 废了之后 东魏就变成了北齐 西魏就变成了北州 北州之后呢 又灭了北齐 重新统一了北方 然后呢 隋文帝就篡夺了 北州建立了隋 这个时期啊 跟三国很像 公元589年 隋朝灭掉了 南朝最后一个朝代 臣重新统一 公元618年 隋朝灭亡 唐朝建立 公元627年 玄奘西行 公元641年 文称公主 驾到图伯 公元754年 建真东都日本 传播大唐文化 公元755年 到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 公元878年 皇朝起义 咱们传统印象中 安史之乱 唐朝就不行了 是吧 我们发现 从安史之乱 到皇朝起义 中间又过了100多年 所以啊 是皇朝起义 真正把唐朝给养了 公元907年 唐朝灭亡 五代世国开始 公元960年 北宋建立 公元979年 北宋灭掉北汉 基本统一全国 11世纪中期 毕生发明 活字印刷 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 纸跟印刷术的重要性 在这个电脑 没有发明之前 这些东西 没发明之前 纸就是文明的载体 因为你不管是 目睹竹简也好 还是西方的 缩桃纸 羊皮纸也罢 它都不可能 大规模生产 以我们的实际为例 一部书啊 就用了好几万片竹简 你想要第二部 我们且不说材料啊 你都得腾抄啊 全是手抄的 所以说 一般人想要获取知识 很难 知识都是在贵族层面传播 而纸张跟印刷术的出现 它打破了知识的垄断 使得知识的传播 更为廉价 从此呢 普通人也可以掌握知识 这样人类才进入到了启蒙时代 那即使是西方学者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印刷术跟造纸术的出现 对人类的进步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1115年 完颜阿古达建立金国 公元1127年 金灭北宋 南宋建立 公元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公元1271年 忽略改国号为大元 公元12765年 元朝灭亡南宋 公元1368年 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 公元1405年到1433年 正和七下夕阳 16世纪中旗 七纪光抗窝 公元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公元1636年 皇太极改国号为清 公元1644年 李自成功入北京 明朝灭亡 公元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公元1727年 清朝设立驻葬大臣 公元177年 托尔护特部东归 好 那再往后 到了1840年之后 那就到了近代史了 这期就是咱们 历史课本里的 大世界年表 大家要是觉得有用 就收藏下来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